大家好 四點半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我是真學 好 我們今天星期有 來關心今天台北股市 中場是小跌34點 說在866點 而且今天量能 是不足700億的量能 所以看起來 多頭反攻的氣勢 是有點我們說不說 力不從心的樣子 那麼盤式怎麼看 先請要專家 萬通國際投顧的丁超老師 丁超老師好 選一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這個量 創下2月以來的新低囉 其實連650億都不到 那是不是怎麼樣 大家是散戶現在在等待嗎 還是說你覺得 現在這個盤式我們怎麼看 量出不來就供不上去嗎 看不太懂 理論上不應該是這樣 我是感覺就是 這個台北股市 就改為美國股市就好了 因為只要外資不想玩 我們就不會有人玩 對啊 今天外資才小買6億 對啊 就是外資今天買進170幾嘛 那賣出170幾啊 那外資的動作變少了 那我們就變這樣嘛 所以我們就改為 美國股市的分布好了 因為我們也沒人在玩啊 我是覺得台灣人沒人在玩啊 我是感覺因為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對 那我們如果說有在玩的人 傻乎有在玩的人基本上啊 就是有在做了 業內或者是有在做了 大概就是比較中小型的股票 大概是這樣而已啦 那其他的 像那什麼台積電啊 連電啊 日夜光啊 那都沒人在玩啊 全資股大概都沒有人在做 因為你看裡面的內容就知道 只要外資不動 那我們就不會動了 那動的當然就不會很 也不會很多啦 基本上就是 有點遺憾了 整個資本市場搞成這樣子啊 那我也不曉得是 未來怎麼辦啊 老實講我也不是第一天講啊 那怎麼還是要講啊 還是要做啊 因為有一個人在做 我們就要講啊 是不是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 他輪動的非常快 例如像最近 最近又輪到了電動車 汽車的電池 汽車的領主 建來了對不對 那前一陣子 就是反正就跑來跑去 你不要固定在一個 一個類股裡面 或者是不要長期投資 例如說最近那個 很多投資朋友都問我說 老師那個瓶蓋骨啊 蘋果電腦還沒有掉下來啊 瓶那顆蘋果也沒掉啊 還掛在110塊啊 啊為什麼 6269的台郡 怎麼長這樣呢 6269的台郡啊 我們給他欣賞一下 那是空頭啊 你要叫我講什麼 我也不知道啊 這種股票我沒可能 不可能看他一眼 我沒幫他幫他 我已經對他很好 4958的真頂 為什麼長這樣啊 啊對不對 空頭啊 你看看他是不是空頭 我都教過你呢 是空頭嘛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就空頭嘛 3008的大立光 他基本上也是空頭嘛 那上個禮拜五是 凱底走高嘛 但是他還是空頭啊 這個股王啊 都沒辦法上了 那你期待 整個瓶蓋股能夠 能夠上來就不容易啦 那你當然問我說 那是TPK TPK3673 TPK漲停板 要怎樣 防空大陸了是不是 又怎樣 他老兄天天在跌 你不能讓他一個漲停板 你要讓他怎樣 要讓他下市嗎 你才高興啊 怎樣啊 沒有怎樣啊 所以很多很多的老師 在一直跟你講說 平概股會會漲啊 結果掛點了 這真的是很慘啊 輸得很慘 但是今天就會拿TPK 跟你講 那又有什麼用 手上只有 是買TPK嗎 手上是買真頂跟台俊才對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這樣 我不是說好不好的問題 我只是告訴各位 投資朋友 我們在做股票 我們講的是一個效率 我們不是用長期投資的觀念 來跟各位來做一個解盤 如果我要跟各位講 做股票是長期投資的觀念 那其實你也不用聽我解盤 你就擺著就好啦 你何必在乎短線 漲跟跌呢 因為你是做的是長線 長線就不管短線 對不對 我們做的事要有效率 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是為了明天 馬上要看到 而不等待的 如果要等待的話 那就不用解盤了 對不對 我講的這是鷹派的一個想法 那我不是說這個基本面 就是不好 我不是說他們不好的問題 TPK我之前也做過 88塊就賣掉 你也知道 不再做了 那我們最近在關心什麼 你看最近 流行整個市場又流行到 這個部分來有沒有 你有沒有感覺到 有沒有聞到味道 5227的立凱 今天一個消息一面就跳空漲停 對不對 當然這是消息 這沒有念線 因為這檔股票在上個禮拜 還沒有動 沒有真正的動 有一點點動 有一點點放量 但是還沒有完全曝光 對不對 你是不是發現 跑到這邊來 電動車啦 這個這個概念來 你看47 是這個4739 4739這檔股票 天天漲 這不是4739 康普嘛 康普今天漲起來 但是4721啦 4721這檔股票 每期嘛 原本是4739 股票漲比較快 或者是6282的康舒 那現在康舒又不流行 都是跟跟這個 Tesla概念股 或者電動車 電動燃料電池 都有關係的 都是整個車蓋的 那今天都現在 現在目前最紅的 就這樣 每期嘛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個特性 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特性 我要跟各位講一個特性 就是說 股票越會漲的股票 越沒有人敢買 對不對 那股票 越會漲的股票 投資人一般的散戶 大陸人稱為韭菜啦 菇菜啦 那台灣稱為散戶啦 越不敢買 但是如果越會跌的股票 我們的投資朋友 越會買3576的新日光 我們看一下新日光 我早上 我早上在連線的時候 我就一開始 一開始開門見山 我就講這兩檔股票 我說新日光 是不是一直掉下來 一直掉下來 到今天還在掉 對不對 可是我們投資朋友 一直買新日光 不是今天才買 是一路上一直買新日光 沒有錯嘛 那買來套牢啊 因為大家回早買一點 要輸就快一點了 我講過了 那空投啊 但是4721的美股碼 我為什麼不會買 為什麼不會買 因為買就最高啊 老是最高 最高 24塊2.5到25塊的時候是最高啊 漲到26的時候最高 因為26又大於24塊2.5 漲到27塊的時候最高 因為27又大於24塊2.5 漲到30塊的時候最高 因為30塊又大於24塊2.5 漲到31塊的時候最高 你也幫幫忙 投資朋友什麼叫最高 我沒有這種概念 你買高 賣更高 買低 套更深 套更多嘛 套更低 這是一個概念 這是一個趨勢 這是一個股票 股票市場買進 是為了明天 不是為了今天 它漲還是不漲 對不對 因為今天不重要 昨天也不重要 所以什麼叫最高 我們今天來研究這個問題 什麼叫最高 投資朋友您跟我講 什麼叫最高 我不是一直跟各位 建立這個觀念嗎 什麼叫最高 股票市場沒有什麼叫最高的 如果這檔股票會再漲 你應該要買漲停 讓它明天再漲停才對 而如果有一檔股票今天跌停 明天還會跌停 你怎麼會買跌停 你買了以後明天還不是跌停 新日光 怎麼買怎麼套 怎麼買怎麼套 對不對 3576新日光 怎麼買怎麼套 那它是新日光不好 我現在沒有說新日光好不好 我只是告訴你 它是趨勢向下 對不對 所以投資朋友 你要不要改變你的習慣 你是不是要改 對不對 我在講一檔股票 3324的雙紅 這檔股票 我不是放空它嗎 那上個禮拜 不是掉到67塊我把它回補起來 反手多嘛 反手多 68塊半左右反手多 結果這兩三都混 混了老半天也混不上去 我就把它賣掉了 所以做空是不是也賺了 那這檔股票好不好 當然好啊 如果它不好怎麼跑到91塊半 我是說古時候的時候 以前 以前古時候漲到91塊半 那如果它不好怎麼跑到91塊半 基本上不會變的它沒有變啊 它為什麼會跌到就是7 因為它漲太多了 只是一個回吐 獲利回吐 那我們現在看它是不是空投 是嘛 短空中多嘛 那我今天放空它下來 回補反手多 我只是搶一個反彈嘛 因為季線 季線趨勢向上中多買盤嘛 那目的只是要讓它克服短線而已 那漲不上去我們就不要完了 你知道像我的作法 我硬派就不做了 所以就把它賣掉了 那賣掉以後明天漲跌 跟我就沒有什麼關係 那我們為什麼要把它賣掉 因為我們有 一定有原因的啊 我們沒有時間跟它鬼混 跟一檔股票在談感情 我們沒有這種個性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沒有把它賣掉 錢怎麼抽出來 就是明天還有目的嘛 因為明天有一檔非常重要的股票 在我手上 那我的會員跟你們 我都從來沒有談過 而且我也還沒進場 一直都還沒有進場 我在看它 整理結束沒有 那未來我期待它 就是像5281的F大俠一樣 5281的大俠 大俠你看我們做了以後 一標一個禮拜就三成 我們就把它拋掉了 拋售了 拋售掉了賣了 賣了我不是跟各位講說我賣了嘛 那賣了以後它的漲跌 是不是跟我沒有關係 我賣了以後我當然希望它一直漲 我的個性就是我賣了以後我希望 跟我們買股票的人 他還能夠賺錢 我心腸是很好的 我不會像別人那麼壞 賣了以後希望它跌停板 如果賣了以後誰停板 我會很難過的 你知道嗎 我的個性會很難過的 我是跟你講真的 因為不曉得誰跟我買啊 跟我買了以後我希望它賺錢啊 那我賣了以後萬一它買了它跌停板 那我們不是好像心理上就是怪怪的嘛 是不是 總是覺得怪怪的嘛 因為人家也是好意跟我們買嘛 那好意跟我們買結果跌停板 那還得了 是不是 所以你想想看 F大橋我們也不做了嘛 那後來我們先 我們明天還有一檔新的股票要進場 我先跟各位講 下半節要跟各位講 那現在我們在做什麼股票呢 我們到底在現在做什麼股票呢 我在4月15號 我有跟各位 我在 其實我這兩天連線 我都有談到這檔股票 就是 喬威 3078的喬威嘛 對不對 就是在 4月15號應該上個禮拜五嘛 我在講到這檔股票 我就說 為什麼這種股票 我們要進場這種股票 為什麼要買這種股票 我們在解盤的時候 不會拿那些 掌停板的股票 在這邊各公送的 如果我今天要騙你們 我都可以買掌停板過來 我可以買100檔股票 挑起檔股票來這邊跟你講 來騙你 騙你入會嘛 可是你看我做股票這麼少 我一定要強調 做股票兩三檔 風險控管35% 預期報酬三五成 這是我的觀念 也是我努力的目標 我們股票不多 我們非常精簡 那買了股票 不見得我買了以後 要馬上漲停 我才不會這樣想 我也不是要請各位來買我的股票 來幫我抬價 我也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甚至我常常在連線的時候 我說你們不要去買 聽聽就好了 所以我在上個禮拜我講喬威的時候 我講他的故事的時候 我說這檔股票不簡單 上個禮拜五那時候 我們買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到25塊 還不到25塊 就上個禮拜五 還不到25塊 我在盤中就在講 今天我再講一次 跑到了25塊九馬五 收盤是25塊六 那為什麼我今天把它 願意在這邊公開呢 因為我已經天不怕地不怕了 我買股票我最怕有人在干擾我 跟我對坐 真的我講真的 因為我們是為了保護投資人 我們不希望有主力 或是有公司派 或是有特定人的大咖 跟我們對坐 因為我們 我們畢竟都是善良的小散戶 所以當一檔股票 如果已經越過了所有的平台 然後它的未來 它是上面是 這個是站在風口上了 那我就不怕了 我就不怕人家跟我對坐了 所以我今天把它公開喬威 那為什麼要公開喬威 我跟各位 我上禮拜就跟各位講過 我說中國啊 有一家非常大的一個安控公司 安全控制公司 就是像美國的Honeywell這麼大 它的名字叫海康威士 那簡單的稱呼它叫海康 那它有 台灣有兩家供應鏈 一家就是6422的F軍藥 6422的F軍藥 這個大家聽過嘛 這被動元件的F軍藥 那到今天還是維持一個強勢 像這種股票都是我的最愛的 我們都喜歡這種一直很強的股票 那另外一檔啊 當然就是 我現在要談到了3078的喬威 3078的喬威 那軍藥的話 因為我們以後再談 我今天跟各位講喬威 我們為什麼要買喬威 第一個 喬威它現在是停資停卷 所以筹碼最安定 今天停資停卷還可以搞到這種成交量 停資停卷第二天 你就知道它有多強 那如果讓它開放停 開放農事件還得了對不對 現在最近是停資停卷 那你看看 它在25塊左右 是不是平之前上上個禮拜一個 一個大量區那個時候25塊收盤價 我在盤中就講過嘛 那EPS是兩塊六毛二 配股票配一塊九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配一塊九值率率很高 並不是我挑選它的最主要原因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它是卡在無線充電 還有就是這個 這個公控的 安控的一個供應鏈 最主要是因為安控供應鏈 而且它是大幅度成長公司 而且還有一個 我選它最大一個原因 其實我講的太多基本面都沒有用 我有時候講在基本面 我有時候都在迷惑我自己 我不太看那個東西 因為那個東西報紙查就有了 每一個人都會 我今天會看上它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沒有壓力 我喜歡這種股票 我喜歡沒有人套牢的股票 我不喜歡幫人家抬價 股票市場 我所謂的買最強股 為什麼要最強 為什麼鷹派都是要最強的 因為沒有人可以把股票賣給我 你知道嗎 你想當初我買F大俠 F5281 為什麼我敢公開 因為你們沒有F大俠 我知道 我講你就不會賣給我 因為你沒有 你怎麼賣給我 你沒有你怎麼賣給我 你沒有股票 那一樣 3078的喬威 又有幾個人有喬威 如果有的話都在成本之下 都在25.95成本之下 那既然是成本之下沒有人套牢 沒有人套牢的時候 那投資朋友怎麼會賣呢 投資朋友會賣股票 就是因為為什麼 有些股票籌碼非常的亂 拉起來以後又掉 拉起來以後又掉 一直掉下去 就是因為你只要股票一漲 就會有人賣出來 那籌碼非常亂的股票 我們就不挑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挑最強勢的股票 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 公開喬威的一個原因 我們先把時間交還給主播 好 我們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資訊息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遠離風險 萬通國際 唯一首選 服務專線 027725-9668 7725-9668 馬祖卡德 跟著馬祖走 用文字說故事 搜集隨箱行腳 記錄美麗風景 以散文寫下你的體悟及感動 即可參加比賽 2016台中馬祖國際觀光文化節 沙巴六十五港 大港小馬祖 有了優優要高 大家都是好角色 哦 優優 聽說今年夏天會很熱 所以您更需要哥林冷氣 現買指定機型 好理四選一 口鈴 有了優優要高 大家都是好角色 哦 優優 馬祖卡德 跟著馬祖走 用文字說故事 搜集隨箱行腳 記錄美麗風景 以散文寫下你的體悟及感動 即可參加比賽 2016台中馬祖國際觀光文化節 沙巴六十五港 大港小馬祖 開車的時候有AirWave賽手 隨時隨地讓你覺醒一下 就只能保持冷靜 動作為靜靜 動作為靜靜 沒有突然動作為靜靜 沒有突然動作為靜靜 尋找這個地場 奥迪ASX 明日的直觉科技 ASX Allroad Quattro 全新登陆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他是春娇 他是志明 想当年志明一表人才 认识没多久 春娇就嫁给他了 春娇妈整天说 买菜后也没那么浅菜啦 现在选择信用卡 春娇不会再这么随便 有money101.com.tw帮他做比较 当然不会再选错 免费比较信用卡 立即上money101.com.tw 都比较错不了 欢迎来到超级大人家 来看到今天台股中场是小碟 结赛四点设在八六六点 而今天量人只有六百四三亿量能 是二月以来的最低量能 那么看起来呢 这个时候投资朋友应该怎么操作 在想要听超市 就是集中火力做小型股 我想我这个专案的就是 我是告诉各位就是所谓操作不是一天两天 那没有行动就就没有可能 不用讲那么多 一代表一年 一六八 我希望你们操作把时间拉长正线 短线再整理 我就跟你讲 再整理 你不用期待太高 如果你的股票涨了以后你没有卖 一定会再掉下来 保证因为再整理 不会一直涨 就算是轮动的股票 你看今天八三八三的千负 它再涨起来对不对 很多人说它水之源 它才不是只有水之源 它最主要是二六三四在涨 二六三四那个汉翔 对不对 二六三四为什么会涨 就是因为 那个新的国防部长叫什么来的 我也不知道他名字 你说之前的汉翔前董事长 对啊 对对对 就是他那董事长说要来当国防部长 那你不用涨一下 不然小英不高兴怎么办 是不是 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是轮啊轮起这么快啊 现在航太流行嘛 车载流行嘛 车载嘛 车用电子 车用电动车 什么车都敢换嘛 车载嘛 听过嘛 一个是车载 一个是公控 一个是航太嘛 那个就是这个航太啊 航太啊8222 8222 那不是航太吧 这航太啊 航太的这个相关类股啊 很多啊 那就是这样论了 那你说市场有主流吗 完全没有主流啊 哪有主流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就是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你在短时间里面流行是这个 既然流行这个 你要跟着流行 那你如果不流行 那你摆你的你的 你那些 苹果概念馆 那运气好 像TBK今天给你一个涨停 那运气不好一直破底 那 那有什么好玩的 而且TBK今天涨停 也不表示明天不会跌停 我讲难听一点 我跟各位讲说这股票我看太多了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我希望你们能够跟着我 做股票两三档就好 那做对就保 做错就跑 那所谓做错就跑 你不要听到做错跑 你就害怕 我是说万一做错 那我不相信有人都从来不会错 但是如果十次里面有三次错 那你三次不用跑吗 你要让他套牢吗 那搞不好都不会错 那没有人可以保证都不会错 那如果对就保 错就跑 我都一直跟各位建议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会套牢 硬派不会套牢 那我错就跑了 我会套牢 我怎么可能会套牢呢 而且我都是做强势股 做趋势向上的多头股 你也知道吗 不然我怎么跟你讲公开 3078的桥威 你注意一下嘛 这还没涨啊 那我刚才跟你讲说 要买就买最主流 要买卖最主流 那市场里面的主流 在在航太 在公控 在车载 有一档股票 有一档股票 我还没有进场 我也还没有讲过 我真的还没有进场 所以没有什么 抬价不抬价 没有什么涨起来 我叫你来最高的问题 但是筹码真的很安定 而且 真的是还没有人发现 我希望这档股票就像跟 大侠一样 5281的F大侠 我卖掉了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霹雳会涨停板吗 8450的霹雳 8450的霹雳不是涨停板吗 其实霹雳涨停板 就是因为跟大侠有关系 你今天大侠没有涨起来 霹雳会涨停板 霹雳保抬仪 霹雳涨停板是跟大侠有关系 那不然霹雳涨停板是跟大侠有关系的 那不然霹雳涨在涨什么意思呢 这华言是吧 8446文创是不是 少跟我来讲这一套文创 对不对 炒作就炒作什么文创不文创 股票还有什么 股票不用讲那么多道理 华言会涨还不是从3293这张股信向来的 是不是 一样这一个卡一个 一个卡一个 这是一个股票的问题 就是一个题材的问题 所以我说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 航泰 那航泰 你已经知道有一些股票了 你要买我没有意见 就汉翔那些股票 你签付我没有意见 因为你都知道这些股票 那车载公控都有 那有一档股票 我还没有进场 获利非常好将近六块钱 就是卡在这三关里面 股票价格也偏低 筹码也安定 一旦发现机会成熟 我就进场 基本上时间定在明天要进场 那因为没有进场 所以没有什么追高不追高 没有什么公开以后 你会帮我抬教的问题 因为还没进场嘛 我还没有进场 就表示我所带领的会员还没进场 那你也没进场 你没进场 我没进场 那就没有什么追高不追高 抬高不抬高的问题嘛 对不对 这档股票你听清楚 我的李专都不知道 但是今天我没有跟他们讲 但是今天我有在我的抠讯里面 已经先预告 已经告诉他们 明天这档股票要注意买点 明天这档股票要注意买点 但是我没有告诉 我上节目之前 我没有告诉我的李专 他们都不知道哪一档 你打电话过来 跟我要这档股票 你跟他们讲 丁超在今天的抠讯里面有讲 他们如果不知道 你就帮你教导他 你跟他讲就哪一档 那先讲 如果你不进场 你不要打 千万不要打来乱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想买 我已经跟你讲 我还没买 那你如果不想买 你来问干嘛 那没有必要问 真的 你问了没有用 你就是想要买那档股票 要跟我一起买 你才打电话来 免费打电话来 跟我要那档股票 因为我还没进场 你先拿在手上 明天看他表演 你先拿着 我还没进场 我现在跟你讲 我还没有进场 你打电话来跟我 手起这档股票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我们可以看到台北股市 今天虽然只有小跌 虽然四点 不过今天成掉量 是不足700亿的量能 并且创下了 今年2月份以来的新低 那么后续台股行情 该如何看待 你也请锁定 超级大一家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